中华民国国防部以及外交部 时日晚间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公布共军在9号 10号连续两天 在台湾西南海域防空识别区 进行大规模海空操演 国防部表示 这已经构成严重挑衅 这个所谓战狼式的外交 它不只是针对台湾 它针对所有全世界 都用这样子的方法 那来去欺负 包括欺负它临近的这些国家 国际社会对这种做法的一个反对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 好像台湾自己面对中国 现在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他们这样的挑衅动作 是让国人不但不恐惧 而且对于中国的排斥心是更高 那国际上面不但不会怕说 像过去一样怕介入 现在国际上面反而支持台湾 所以中国一样的动作 效果是相反的 然而就在共军绕台之际 国民党却宣布将派出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 不过还没去就被中共官媒称 王金平这次率团出席海峡论坛 是要来求和 对此国民党回应 这完全与事实不符 是中共官媒中文不佳 还要求中共官媒把影片下架 这样的一个言论 完全无助于两岸的正面的交流跟互动 所以国民党表达严正的抗议 那大家也看到 这个影片也已经被下架 然而其他立委表示 国民党不该参加中共的论坛 录入圈套 非常反对 那这个不管是国民党 或是说这些党政人士 台湾各个不同党派的党政人士 去参加这种中国设下来的圈套 中国政府可以对全世界宣传说 台湾派出一个前国会议长 去跟他求和 对不起台湾人民 这一次的这些两岸论坛 不是只有两岸的关系 就是国际都在看 那中国现在在国际的处境上面 非常困难 王金平院长的这一船 会被他们拿去做国际上的样板 我希望说他们要注意 另外有报导说 府方要王金平替绿营传话 延续ECFA 对此总统府也强调 报导捏造绝对不是事实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李靖 叶云辱 台湾台北报导 市场没 planes 到时员 两 比比比比比比汙